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谢老师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 好 上课 请听 老师 您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孩子们啊 这节课呀 让我们接着往下学 看一看 海底究竟有些什么呢 我们通过读课文 用文章当中的一句话来说一说 大海深处是什么样的 课文当中的哪一句话来这样说的呢 说的大海深处的特点是什么 找到了吗 大家一起来读 读 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 物产丰富的世界 好 我们再来读一读 注意把你的重音放好 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 物产丰富的世界 预备 请 好 打开课本 读第一自然段 说一说 这第一自然段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句式 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好 打开课本 读第一自然段 只有一句话 我们大家一起读 读 你可知到大海深处是怎样的呢 它是一个什么号呢 问号 那谁知道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句式呢 反问句 这是反问句吗 这是一般的 问句 对 以提问的形式引出主题 这就是第一自然段的作用 让你带着这个问题往下读书呢 那现在让我们来自由朗读二三四五自然段 说一说 课文呢 是从哪几个方面来介绍海底世界景色奇异的 现在请你打开课本来读一读二三四五自然段吧 主要的优移到海底的以下比诗一诗 全方很安静的精彩 这就是 光线沿岸 不够的以下全都知道 这就是一片分量的生态里 有几个光点在闪失的清晰 甚至发光其他人的 冲击的一种 这就是过一表层 有点冲击的 冲击的 它就比较这么多 冲击的冲击 冲击冲击冲 今天有各种各种 抬头 现在我们来看看 描色景色奇异的其中一部分 来读这一段 谁来读一读呢 conect来读一读 海面上波ится澎湃的时候 海底依然很宁静 最大的风浪也只能影响到海面以下几十米深 阳光很难射进深海水越深 光线越暗 500米以下就全黑了 在这一片黑暗的深海里 却有许多像 却有许多光点 像闪烁的星星 那是有发光器官的深水鱼在游动 嗯 认真读 读得还是非常正确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自然段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它的环境 海底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对 是非常非常宁静的 再看这一句 光点像闪烁的星星 那是有发光的 那是由发光器官的深水鱼在游动 这一句话运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呢 对了 把这个海底的光点比喻成什么呢 闪烁的星星 这是很明显的比喻句 那海底是否没有一点声音呢 其实不是的 海底的动物常常在窃窃私语 你用水中听音器一听 就能听见各种声音 海底是否没有一点声音呢 这是提出了疑问 其实这也是这一段的什么呢 中心句 对 这是这一段的中心句 指的是海底的声音 其实是 各种各样的 对了 它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窃窃私语 我们刚才都理解到了这个词语 说海底的动物窃窃私语 这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 对 很明显的拟人的修辞手法 那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孩子们 生动形象 诶 对了 这就让这篇文章显得生动形象 让这个句子更加的让人愿意去读 我们接着读 海底到底有什么样的声音 读 有的像蜜蜂一样嗡嗡 有的像小鸟一样嗅嗅 有的像小狗一样嗡嗡 有的还好像在打嗨 嗯 读得很准确 用了有的 有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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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还好像 这样的一组排比句 来说明海底的世界 那个声音是非常非常 诶 非常非常嘈杂的 在这里呀 各种各样的声音 反映出海底世界的奇异 正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奇异 相对应着呢 那看这一句 它不仅运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啊 排比的修辞手法 还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这两种修辞手法同时使用 那孩子们 现在呀 我们就模仿着 仿照着这种写法 以天上的云彩千变万画 这样为开头写一段话 同学们下面的几幅画 提示你 可不可以 认真地想一想 发挥你的想象力 来说一说 天上的云彩千变万花 知道不 你看那朵 变成了一朵小猴 变成了一只小猴子 呀 那儿 开了一朵大红花 哦 这儿 那儿 运用了这样的修辞手法 哎 开花 那是小猴子 对吧 嗯 我们再仔细地观察观察 看一看 这个像什么呢 鱼 对 像一条鱼 有的像一条鱼在海里游动 还有的像一匹马 一边跑一边回头张望 这样可以把它写 发挥你的想象力 愿意想成什么 你就可以想成什么 那现在来看看 老师写的这一段话 天上的云彩千变万画 有的像骏马在奔跑 有的像狗在摆头摇尾 有的像鸡在找食 有的又像大象在喝水 你看看 仿照着这种书上的写法 我们也可以写出 好多的句和段来 所以呢 我们平常的 我们平时的日记作文 可以运用这种既有排比 又有比喻的修辞手法 同时并用 那看看 像小狗一样汪汪 像小鸟一样啾啾 这样的词语 就是什么呀 拟生词 好 我们来读一读书上的拟生词 有 除了这些 当然还有 一推门 门怎么样呢 支支 一声开了 那我们如果跺地板的话 就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 咚咚咚的声音 对吧 再接着往后读 这一段描写 海底景色奇异的句子 谁来读一读 杨阳来读 海底的动物各有各的活动方法 海参靠肌肉伸缩爬行 每小时只能前进四米 这种鱼身体像梭子 每小时能游几十千米 攻击几大动物的时候 比普通的火车还快 独贼和针鱼 都突然向前方喷水 利用水的反推力 迅速后退 还有些贝勒 自己不动 但能搬在轮船底下 做免费的长途旅行 嗯 真不错 可有意思了 这一段话让杨阳读得 特别有声趣 这一段呢 主要写的是什么呀 海里的动物 各有各的活动方法 那么这一句 就是这一段的中心句 写的是动物们 各种各样的活动方法 那让我们再来认真地读一读 说一说 这些动物各用什么方法活动 现在我们先来画出 这一段都写了 哪些动物的活动习惯 首先写的什么 海参 接着又写了 一种鱼 身体像梭子 那我们就简称它为 梭子鱼好吧 可以吧 接着来读 还有什么呢 乌费和章鱼 嗯对 乌贼和章鱼 它们是同一类的活动方式 还有吗 备类 对了 还有一些备类 好了 那它们是怎么样活动的呢 看一看 这是什么 海参 海参是怎么活动的 靠鸡肉 吃素海参 读接着 没想到 只能骗进四里 读到这里 你忽然间又想起了另外的一种小动物 什么呀 蜗牛都爬的那样的慢 都爬的那么慢 这样呢 是每小时只能爬四米 这种写说明方法 这种说明方法是什么呀 列数字的说明方法 好 接着来看 这种像梭子一样的鱼 它们是怎么活动的呢 读 那来写这种鱼的时候 运用了什么样的说明方法 列数字 从哪看出来呀 几十千米 还用了什么 对了 比普通的火车还快 又是对比的方法 明白了吗 不仅有列数字 还有对比的说明方法 你看 做比较列数字的说明方法 再看看 这是什么呀 这些都是乌贼和章鱼 他们是怎么活动的呢 乌贼和章鱼 能突然向前方喷水 利用水的反推力 迅速后退 他要如果往右边走的话 如果他要往你的右边走的话 他往哪边喷水 喷水 往左面 如果他想往前跑的话 往哪喷水 往后喷水 一定要弄清楚 他去 向前方喷水 利用水的反推力 迅速后退 他的方向是相反的 而且速度很快 最好玩的 就是这种贝类了 好 小语你来读一读 还有些贝类 自己不动 但能巴在轮船底下 做免费的长途旅行 真不错 这种贝类特别聪明 自己没有活动的 那个能力 就怎么样呢 对了 利用别的物体 做运动 就是在巴在轮船底下 来进行旅行 那好了孩子们 现在呀 我们男女生对读 老师来读黑色的字体 就是这一段的中心句 女孩子来读红色的 男孩子来读蓝色的 准备好 海里的动物 各有各的活动方法 女生 海参 男孩子 男孩子 每小时 能有几十千米 攻击其他动物的时候 比普通的火车还快 乌贼和章鱼 能突然向前方喷水 必用水的反推力 迅速后退 还有些 配类 自己不动 但能花在轮船底下 做免费的长途旅行 男女同学读的都不错 把海里的这些动物们的活动方法 读的是 唯妙唯孝 活灵活现 孩子们 这本来标注的 海底的动物啊 算是景色奇异 那你觉得 这些动物 不但能说明海底的景色奇异 还能说明什么 你来说 还能说明 鱼很多物产丰富 对 鱼很多 这里的物产很丰富 对 这一段的描写 不仅写出了 海底的景色奇异 也能显露出 海底的物产丰富 那 植物呢 动物不仅表示出了 海底的景色奇异 物产丰富 那植物呢 也是如此 谁来读一读 这一段 小树 海底的植物 差异也很大 它们的色彩 多种多样 有褐色的 有紫色的 还有红色的 最小的单细胞海藻 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 最大的海藻 长达三百 三二百米 二三百米 是地球上最长的生物 哎呦 你的重音突出的特别棒 那这一段主要写的是什么呢 植物 对 海底的植物 差异也很大 那谁的眼睛最亮 看看从哪几个方面 来写海底的植物 差异很大的 你来说 它们的色彩不同 大小 有的小的 也显微 只能用显微镜 才能看清楚 大的呢 可以达到二三百米 嗯 从它们色彩的差异大 大小的差异大 这两个方面 来进行写的 同意吗 嗯 海底的植物差异 也很大 其实是这一段的什么呀 中心句 说明植物差异很大 从两个方面 刚才涛涛已经说了 它的差异体现在 色彩的差异 还有大小的差异 你看看 色彩多种多样 形态各种各样 那现在 我们参照着这些图 来做一个填控 植物色彩多种多样 有 有 有 紫色的 还有 还有 还有红色的 还有红色的 它们的形态各不相同 小的要借助 显微镜才能看清楚 哎 显微镜才能看清楚 大的有二三百米 也就是说 大的有几百米 那五颜六色的海底植物 我们来看一看 多么有趣呀 那同学们 我们看看课文的三四五自然段 在结构上 它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在结构上 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快速的翻一翻 看一看 三四五自然段 有什么样的特点 涛涛已经发现了 它们都是总分结构 它们都是总分结构 先总 后分的 这种结构 那孩子们 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种事物 用上仙总 再分的这种结构 来说一说呢 杨杨来说 我养了一棵 我养了一盆 我养了一盆 多有植物 多有植物 可爱极的 绿绿的小叶子 厚厚的 像叶子的形状 像一个大扑扇 说了叶子的形状了 然后再接着说 它的根细细长长的 像个绳子 像一根细长的绳子 我和爸爸妈妈都很喜欢 这盆多肉植物 先说了 它的这个多肉的可爱 然后从叶子和根来说的 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上色彩 它的这种 不断的变化的那种 多肉叶子的色 颜色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啊 那同学们 现在来看一看 我们这一段话 就是围绕着这个 中心句 先总 再分数来写的 总的是 大自然的景色 不胜美丽 就是特别美丽 美的 说都没法说 就是这个意思 大自然的景色 不胜美丽 然后又从春 夏 秋 冬 来给我们描写的 春天 大家读 春天 万物复苏 有春花 向我们吹向 春天的号角 带给我们希望 夏天 百花几宝 垂流向我们展示 百媚千娇的柔情 带给我们心醉 秋天 天高云淡 大夜向我们 传逼无眼的信念 带给我们力量 冬天 云庄素果 松百 向我们宣告 百折不老的精神 带给我们 坚强 对 围绕着哪一个中心句来写的 大概的景色 不胜美丽 总的来说 然后分开 分数写了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不同的景色 能明白吗 这就是总分结构 来写的一段话 刚才呢 我们一起领略了 海底世界的奇异 海底世界啊 还是一个资源复复的地方 那有哪些资源呢 除了海底的动物和植物这些资源以外 那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六自然段 请同学们把海底世界的资源用笔画下来 往这里看就可以了 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煤铁石油和天然气 还有陆地上储量很少的稀有金属 那同学们 这就是指的矿物很丰富 都有哪些矿物呢 我们按照这个来说一说 煤 铁 石油 铁 石油 天然气 还有什么呢 稀有金属 那让我们齐读出来这些矿物的丰富 海底蕴藏着丰富的 预备 起 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煤 铁石油 和天然气 还有陆地上储量很少的新有金属 对 同学们 这些呀 都是海底储藏的那些金属 还有石油 天然气 这正在开发海底的石油 钻探船 那除了说的这些 煤铁石油天然气 稀有金属以外 你知道 你还知道海底有哪些资源吗 孩子们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查资料 来了解更多的海底资源 大海深处啊 有深海蒙结核 可以成为铜 镊骨等金属的新来源 今天老师也查了查资料 找到了这些蒙结核 他从它们当中 可以开发出来 铜 镊骨 这些金属 自由读文章结尾 想一想 文章结尾 与开头 有什么关系 这样写 有什么好处 最后文章是以怎么样的解形式结尾的 读出来 那开头我们再来读一读 你可知道大海深处是怎样的吗 诶 这个结尾和开头有什么关系呢 你来说 结尾回答了开头的提问 哦 结尾回答了开头的提问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写结尾总结 总结了学文 开头又让读者很想读这个文章 哦 真不错 你看 写出了这样的结尾 与开头啊 前后照应了 显得文章特别的完整 那我们来回顾整篇课文 海底世界 开始给我们写了海底世界的什么呢 声音 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 各种各样的声音 又写了很多的动物 各有各的活动 方法 接着写的是植物 植物的 颜色不同 形态各异 然后最后写的是矿物 矿物特别的丰富 最后总结 海底世界是一个 景色奇异 物产丰富的世界 这篇课文 写出了海底 对了 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 热爱 对了 热爱之情 热爱 我们来看看海洋仿生学 根据这种海洋生物 我们制造出了什么呀 潜水艇 看看 模仿海豚的体型皮肤结构等特点 设设计 设计的鱼雷 潜艇和船只的水下部分 减少阻力能够达到20%到50% 再看看 生物学家发现 鲨鱼皮肤表面粗糙的这个V型皱褶 可以大大减少水流的摩擦力 使身体周围的水流 更高效的流过 鲨鱼得以快速游动 仿照着这个鲨鱼皮 设计的这种泳衣 可以提升游泳的速度 那同学们 对科学对未来 我们要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我们好多好多的发明创造 都是从一些动物 或者是植物身上得来的启发 海底生物能在如此恶劣多变的环境下 生存下来 那么在火星上 甚至其他星球上 是不是也可能有生物呢 如果我们能深入研究这些生物 人类是否可能在别的星球上生存呢 海底是否还蕴藏着 我们不知道的巨大的能量呢 海洋生物这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是否给了我们什么灵感呢 孩子们 这些都需要我们大胆的去设想 并且大胆的去探索 去发现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课堂演练 把海底动物和他们的活动特点连接起来 这几种动物有 海参 海参 缩子鱼 人船底下旅行 乌贼和章鱼 好的我们能掌握他们的活动特点了 读读读 读读下面的句子用加点的词语造句 他们的色彩多种多样 有褐色的 有紫色的 还有红色的 有 有 还有 你能不能仿照着这样的句子来说一说呢 好 一位同学举手了 你来说 我的家里娃娃好多好多 有的头发是黑色的 有的头发是黄色的 还有的头发 还有的头发是红色的 诶也很漂亮哦 黑的 黄的 红的 那些不同类型的娃娃 是吧 他们的头发 也色彩也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看 天空中的烟花 越来越多 形态各异 有像撑开的伞的 有像含苞玉放的花朵的 还有像银蛇的 扭动着 升上天空 用上了 有 有 还有 现在我们来解决 课后习题 看一看课后习题的答案 第一题 朗读课文 说说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 介绍海底世界的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在课文是从海底的 动物的声音和活动方法 还有植物 矿藏 这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海底世界的 在课文中找找下面的句子在哪个自然段 说说那段话是怎样把这个意思写清楚的 比如说海底的动物各有各的活动方法 是在课文的 是在课文的第几自然段 第四自然段 那是怎么样把这个意思写清楚的呢 这个句子啊 在课文当中的第四自然段的 这一句 这一句是这一段的什么句啊 总起句 既是中心句又是总起句 后面的内容分别运用了 列数字 做比较等说明方法 从速度的快慢 运动的方法 来介绍海底动物的活动方法 各不相同 再看 海底的植物差异也很大 这句在哪里 在课文的 对了 这一句在课文的第五自然段 它是第五自然段的总起句 后面的内容运用了 举例子 列数字 和做比较的说明方法 从色彩的多种多样 和大小相差很远 来讲述海底植物的差异很大 那现在请我们打开第五自然段 找到哪些是在举例子 举的哪个例子 哪有 单细胞植物藻类 对不对 好 我们找到那个句子 哪些是举例子 哪个是列数字 哪个是做比较 举例子举的都是 各种不同的颜色 有紫色的 有 还有 红色的 那个是举例子 举的不同的颜色 哪个是列数字呢 孩子们 最大的孩子 长的 二三百米 哦 这是一个 那做比较呢 就是拿最小的 和最大的来比较 有什么 最小的有多小 最大的 对 这就是做比较的说明方法 来说海底的植物差异也很大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读一读 注意加点的部分 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第一个句子 读 第二个句子 通过我们的读 找到这个相同的部分 切切私语 免费的长途旅行 都是在说人的 可是这些是来说人的吗 这是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呢 对了 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 切切私语 免费的长途旅行 都是把海底的动物 当做人来写 这样写既生动形象 又让文章富有趣味 这样激发读者丰富的想象 这就是这样写的好处 那孩子们 学完了这一课 海底世界 我们的作业是 阅读有关海洋知识的材料 通过各种途径 深入研究 深入探究 比如阅读科普类作品 少年百科全书 十万个为什么等 还可以从电影 电视 光碟 网络中搜寻 有关的海洋知识材料 好了孩子们 海底世界这一课 我们就讲完了 下课 请订 老师 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